来吧 在水一方的我们辽宁的美女们连线一下密室 你想找的另一半的年龄得多大呀 我想找的另一半年龄在66年到58年之间 年龄大一点的建议不 谈得好也可以 得见了面再说是吧 对对对 女人长得很帅 而且你的爱好兴趣跟我也挺相投的 我也喜欢旅游 也喜欢唱歌 我这人吧 手很巧 而且就是说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 比如说你会做什么菜 我看一眼以后我就会做了 会 就说这意思啊 比较一下 就是别人做这个木家活也好 撒一会儿一瞅一大一眼我就会整了 哎呦 这有点厉害了 木家活我也会 天啊 不是有一句戏词叫心灵手巧 劳动热情高啊 劳动热情 刘巧儿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阿姨不需要男人了呢 不 不 我需要需要老年有个伴 需要有个伴 你好男嘉宾 我是十二号 你好 你好 你给我感觉就是特别憨厚 也特别诚实 因为我是六六年级 对你印象也非常地好 言外之意就是符合你的年龄段的要求 希望你能关注我 好 好 谢谢 我是四号级嘉宾 那个男嘉宾长得很帅 是标准的东北男人 四条汉子 四条汉子 还经常回黑龙江吗 很少回去 有事儿是不是能回去 回去的话可以带个伴回去 那是求之不得 明白那意思吗 感人回娘家了 明白那意思 回去去回家串门去了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后面还背着一个胖媳妇 胖媳妇 这画面太美好了 我们四位女嘉宾 我觉得就不管是什么性格的 是温柔的 是爽快的 对您都是挺热情的 感受到没 感受到了 谢谢她们 这你平常接触的辽宁女人 是这样的状态吗 不是 不是啊 那平常你身边的女人 跟你都啥态度啊 我接触女人比较少 因为单身人嘛 就是说 而且退休了 这个生活的环境啊 各方面呢 很少有接触女人 对这种机缘 就像咱女嘉宾说了 说你长得挺帅的 那就是他们看了 都愿意多瞅你两眼 平常生活中 没有那个女士说 愿意插上你两下 给你整点铜红那种 帅不帅吧 这个不主要 主要是 这个年龄找伙伴的 能真诚在一起生活 过好我们的余生 这是我所想求的 哎呀 这个不是个骄傲的人 气质这一块行 但是我也不拿它当个优势 另外一个刚才大哥这一顿 刚才所说的这一段 正式了自己日常的生活当中 圈子很小 另外一个非常自律 没有那么多的一些 跟这个那个有什么牵扯 我不吸眼我不吸眼 我生活这一块几乎没什么 就是说不好 不良的习惯几乎是 几乎没有 没有 怪不得长这么年轻呢 就是因为生活自律啊 是吧 我们男嘉宾会选择谁 作为他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呢 稍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